好 那麼川普當選會對台灣 會怎樣 大家要關心這個問題 全世界其實都關心 韓國一定很緊張 他說你韓國花那麼多錢 起碼要交五倍的保護費 搞了三四萬美軍在那個地方 北約 搞了四五萬美軍那邊 北約怎樣 都不拿錢 他在被打了前兩天接受訪問 他就說人家播出來 前兩週 前兩週接受他已經播出來了 他就說 台灣為美國做什麼 因為記者問他 說你要對台灣怎麼看 他說台灣 台灣為美國做了什麼 台灣應該付我們保護費 台灣拿走了所有的晶片業務 我們到底有多蠢 台灣很有錢 軍費應該自己付 對不對 幹嘛還叫我們保護他 其實我們買了不少美國武器 那就是保護費 你別人那是什麼 那講完以後台積電盤後 ADR就跌了一點多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一開盤下跌超過2% 所以大家也緊張說 將來川普陸當選 到底要台積電做什麼 要台積電付保護費嗎 還是要台積電真的到美國投資 全部設廠 搬回美國設廠 好 卓仲泰說 感謝美國多次為台灣發聲 我們願意負擔更多的責任 維護和平 你要辯護一下台積電什麼事 我們常常說你晶片生意 是你美國回到幾次內地 你不做這個東西 因為不要做晶片的工廠 晶片工廠非常污染性非常高 用電非常多 用水 用水也非常多 然後非常勞力密集 資本密集 技術密集 所以美國不做也不是給台灣 先給日本 日本後來搞個 也不行的才到台灣來 張宗盟那時候他們回台灣 那花很多錢 我記得就一個 我現在不講名字 就是這幾個 兩大公司的一個大老闆 那時候邀我到新竹 看他們開廠 他跟我講說 台灣 真好募資 他一個廠 很多錢 他說我們募都來了 美國根本募不到 台灣人願意投資晶片 所以我們花了多少心血 這麼多年才有這個結果 什麼叫搶你的 你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不講你了 朱立倫說 中華民國要直提自詳 川普 因為他講的是現實主義 一切以實力 美國利益原則 所以這個蔡政委認為說 將來台灣可能要付更多的保護費 我其實認為說 我們買武器就是付保護費 可是他可能覺得不夠 無事要說 台美合作無間 川普要收保護費 但他的副手是挺台反中的 無策略就沒有壞掉 總統 總統跟副總統 你現在什麼時候 美國有一個笑話 他有兩個兄弟 一個去做船長 一個去做美國副總統 從此都不為人所知 你知道美國副總統 是總統重要嗎 對不對 你看美國現在副總統 他有什麼重要 賀錦麗有什麼重要 當然是拜登 那個時候川普跟Pence Pence又怎樣 他是川普 當然還是要看川普 你看副總統幹嘛 除非他下來變成總統 對不對 將來還怎麼樣 不知道 好吧 川普 記者就問 所以你要不要保衛台灣 如果大陸打台灣 川普說要捍衛一個 在地球另一端的小島 很困難 所以學者就說 川普他就是在談交易 你給我多少錢 我給你多少錢 到時候中國給他什麼條件 台灣給他什麼條件 所以媒體也是說 就是說民進黨真的要小心 不要去亂押寶 民進黨現在有不少人 突然又轉向了 覺得原來他們押川普 後來拜登當選 發覺拜登也很反中 覺得拜登還不錯 現在又覺得說 副總統很反中 所以押副總統 押這個川普 押來押去 我們以前也押過 最好不要押 人家的內政問題 人家去選 你不要想要押寶 我們看一下 副總統怎麼看川普說 台灣要付美國保護費 出席創新論壇 副總統蕭美琴 對敏感問題沒多回應 但會這麼問 是因為前美國總統川普 接受外媒專訪 拋出對台政策新主張 特別提到台灣 從美國拿走晶片業務 更說台灣非常有錢 想要美國的保護 台灣必須有所付出 這保護費說的也被外界解讀 難道是希望台灣把尖端研發技術 移往美國嗎 我們在製造這個尖端的晶片 上面的技術 是遙遙領先的 那我知道這些的廠商 也非常的對台灣 有相當多的這種 關注跟愛心 他們會把研發留在台灣 我們政府也希望 他們把研發留在台灣 出於經濟上不滿 對捍衛台灣 免受中國侵略承諾 似乎也有所調整 川普明確表示 儘管台灣獲得跨黨派支持 但對於抵抗中共入侵台灣 他本人沒什麼熱情 雙方之間過去有好的關係 我們努力讓他不僅維持 而且更能夠往好的方向走 雙方之間對於台海印太地區 共同的責任 我們願意付出更多的責任 對川普說法卓奎 只能尊重 提升我國國防 才是重中之重 不過川普落當選 是否意味可能撼動 美國對台承諾 川普遇襲成為美國大選變數 對台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牽動未來美中台 關係角力 我覺得大家對於川普的這個 談話應該不會太意外 只是他講得這麼的白 讓很多這個民進黨的 也是很多人挺川的支持者 大概就玻璃心碎了一地 雖然說這個是他在遭遇槍擊者 兩個禮拜前所接受的訪問 然後他在遭遇槍擊之後 整個人好像換了一個面目 他身上泛著光 他是上帝疼愛之子 聯席他大難不死 然後他馬上就出來 呼籲我們要團結 然後我在共和黨大會上面 我也不罵拜登了 我們要呼籲是團結 但是那個槍擊案 只是給了川普更大的一種力量 他這個力量是洗去了 他過去的這個道德敗壞 和他的這個現實 和他的這個現實的這個部分 可是他在內政的這個議題上面 他可能會去稍微收斂起來 比較少基於這種言辭的批評 他以前罵拜登 就是很難聽Sleepy Joe 狡詐的這個拜登 偷了我的選舉的這個拜登 他可能這一方面的言辭 會收斂一些 可是他在對外的政策上面 是不會改變的 川普過去他這個人就是錢 他這個腦筋裡面就是money talks 所有的都是錢講話 當時蔡英文當選之後 他不是打電話給蔡英文嗎 他後來大家就說 你怎麼打電話給蔡英文 他說他們每年 買我們那麼多的軍備 我打通他的電話又怎麼樣 他就是一個Sales出身你知道嗎 我去鞏固我的客戶 我跟我的客戶通話有什麼錯 然後他今天在講台積電的時候 也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就是他以前在當總統的時候 台灣就是一個比肩大的國家 現在他在競選期間也說 台積電搶走了我們的很多的工作 而且他本來就沒有意思 要去保衛台灣 他講得很明白 跨過了半個地球 來去保衛台灣 這很不划算 而且這個鞭長莫及 而且川普他這個打心裡面 他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當這個世界警察了 他就是走孤立主義的路線 就美國的這些軍人 這些男男女女 他為什麼要為其他國家的人 流血 流汗 犧牲生命 然後吳思堯顯然是沒有了解 這個范思他在過去 接受訪問時候的講法 范思在台灣 談到台灣問題的立場上面 也是一樣的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賣很多的武器給台灣 讓台灣能夠保護自己 讓這個中國不敢打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武器 都賣給烏克蘭了 所以就是台灣的供應不上 然後是有問 有進一步的問他說 如果說中國來攻打台灣的話 你會怎麼樣 他說我們採取的是戰略模糊 中國攻打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的時候 到時候再說 而且范思他也是反對 他也是反對出兵的 他過去曾經到伊拉克去服役 然後我想那場戰爭 對他帶來的感受 是非常的深的 他也反對用宗教和文化 要去改變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他很可能 他就是在看待有關於 台灣問題 兩岸問題上面 他認為這也是屬於一種 交易式行為的 是屬於一個 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 這個范思被川普選上 其實最大最大最大的一個理由 就是他對他的 loyalty 就是他非常的忠誠 這個范思他在改變 過去說川普是希特勒 後來要參選的時候 全力的支持川普的政策主張 他的表現是比川普還右派 他附和川普的說法 就是說那場總統大選 是拜登竊取的 而且他抨擊 他抨擊這兩個這一次 一樣在副手的名單 被考慮的人 這兩個參議員 魯比歐跟史考特 他說因為他們兩個人 在當時在參議院的時候 都是投下了認可拜登的票 所以這個對於川普來講 他就是不夠忠誠 他在經過了彭斯 對於川普來說 彭斯對他的背叛之後 他非常的在意這一點 所以這個范思 未來在執行拜登的政策上面 必定比川普更川普 范維 我想川普這樣的說話風格 真的大家不會太驚訝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記得好像前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有講過 就是那時候也有上新聞 就是如果中共攻打台灣的話 他第一刻就會打北京 當時也是有人覺得他失言了 因為這個也不大符合 就是美國所謂的戰略模糊 就好像過去 拜登對台灣的發言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太快講了 就是說要出兵或等等 所以美國的外交圈有在辯論說 到底拜登是不是從原本的 所謂的戰略模糊 就是我們因為台灣跟美國 我們是有所謂的台灣關係法 這個是規範超越黨派的 可是裡面在 到底怎麼樣的狀況下 就美國會出兵去保佑的話 那刻意並沒有講得那麼的清楚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有人就在辯論說 是不是拜登改變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 拜登說了什麼話之後 他的國安團隊一位出來講說 一切都不變 所以我是覺得 不管是拜登或者是川普 其實美國的國安團隊 就是大部分來講 譬如說龐佩奧都有一定的穩定性 當然回來講 對台灣而言 就好像主榮太院長被問到 這一題的時候 他就講說 印太和平穩定是台美共同的責任 那一方面我覺得也是共同的利益 那只是全世界越來越意識到說 這也會 就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台積電或是晶片等等的話 也會是全球共同的經貿利益 對台灣來講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第一個我們絕對不會隨便壓寶 第二個強化我們的國防跟社會任性 然後靜觀起變 讓我們的民主也能夠更有任性 經貿的發展能夠更穩定 我們要是小學生的 我們會有很多時間 有的 我們會有很多時間 我們會感覺如何 有很多時間 既然是四川 有很多人 所以說 我們已經是一個 會有很多人 我們會有很多時間 就是讓我們會有很多時間